成长一生很重要 在圣经里面大概有写的就是耶稣 耶稣他的童年 智慧和声量 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这个很难得 耶稣 耶稣渐渐长大 他的童年就这一句话来做代表 还有一个 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 那个孩子渐渐长大 心灵强健 住在旷野 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 很不错 很少有这样的人 旧约有一个人 我们也学过了 就是撒木尔 撒木尔他的童年是怎么回事 这里说 那个孩子撒木尔 在耶和华面前 渐渐长大 那个孩子撒木尔 渐渐长大 耶和华 汉人 越发喜爱他 我们非常羡慕 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生命 你一定活得非常满足和喜乐 我今天下午跟大家分享的是谁呢 就是马可 哪一个马可 写马可福音的马可 这个人 他的成长过程 当然也是在神 硬僻之下 虽然是这样 很辛苦 很辛苦 这个是一般人的 他的生命 是你我 生命的写照 所以我们来分享 这个马可 我们常常的读马可福音 早上就是读马可福音 他写了马可福音 这个人非同小可 这个不简单 事实上 你要想 马可这个人 他从小 长大 他成长的过程 他 成长一生 多么辛苦 我们来了解他 这个人不太一样 马太 马可 路加 约翰 这里面 我们发现 只有两个人 是主耶稣 十二门徒之一 就是马太 跟约翰 其他两卷 谁写的 马可 马可 又不是十二门徒之一 他写了福音书 还有一个路加 很感动人 这个上回不知道 有没有讲过 忘记了 这个路加是医生 这个人尤其是外邦人 他们的长城 非常伟大 怎么那样的人 可以写出路加福音 我今天不是讲路加 是讲马可 这个马可 马可是谁啊 马可怎么有办法 写出马可福音 而且 我还要说 马可福音是 马太 马可 路加 约翰 最早写出来的 这个马可福音 怎么写自 马可的手 这个马可怎么可能 写出这样的福音书 虽然他是犹太人 没有错 路加是外国人 路加是 叙利亚神 安提亚人 这个应该是保罗 传福音给他的 这个是没有什么记载 但是可以推想 好 现在讲马可 这个马可成长一生 以至于他能够写出马可福音 这个人 这个人是从软弱 变刚强 哪个人没有软弱 我也软弱 你也软弱 大家都软弱的时候 可是这个人 到后来变刚强 所以很伟大 为什么要分享他 不是没有原因 这个马可福音 竟然是最先写出来 在篇幅上来讲 他最短 马太 路加 约翰 这个马可的篇幅最小 但是他能够写出来 我们感觉到很伟大 后来很多人 也就是其他三个人 要写的时候 要去参照这个马可福音 扩充他的篇幅 再加上他们的观点 他们所见所闻 这样才有办法写出来 很用心 大家都很用心 很努力 但是这个第一个人 马可 让人家感觉到不简单 为什么 这个马可福音 能够写出来 我们先读一个经节 就觉得很奇妙 马可福音是数章 五十一节 我们读马可福音 早上也是读马可 下午也读马可 有一个人 十四章五十一节 有一个少年人 赤身 披着一块麻布 跟随耶稣 众人就抓拿他 他却丢了麻布 赤身逃走了 四福音只有 马可福音有写这一节 你知道吗 有一个少年人 读来读去 读来读去 很多人一读 读出里面的影译 就是马可 他是一个少年人 只有他 只有这里有血 你知道 这个少年人就是他 他跟随耶稣 跟随耶稣 跟随耶稣 但是落跑 我们感觉到 太可怕 这个少年人 还小还小 还没有长大 所以落跑 人家抓耶稣 他跟随耶稣 很爱耶稣 所以根实去看 但是人家说要抓拿他 吓死了 吓死了 就把外衣给人家 赤身逃走了 这里写得非常有趣 就是他 就是他 没错 就是他 这样了解 所以你知道 一个人 都是从小到大 都是从软弱到刚强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 我们就有了学习 我们要从软弱中 刚讲起来 我们渐渐地在时间 带领之下 这个过程 越来越长进 成长过了我们的一生 到最后 有没有像马可 能够为主所用 这才是重点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来读这个马可 看神 怎么样带领他 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所以马可的记事 就是说 这个人 他是一个少爷 其实他是 就是好命人 从少爷 然后慢慢地成长 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 所以 我们在读的时候 就在好像读自己 我要走的路 一定是像这样 到最后我要成为 耶稣基督的精兵 所以 从小到大 慢慢地 一直在 观察 在深入地 来决定 选择 我要走哪一条路 那个时候 应该是走像 马可这样的一条路 马可 一定是心中 慢慢地 有信仰 一直地植入 扎根 越来越深 以至于 他最后 把自己 完全奉献给神 所以 每一个人 其实是 像马可一样 早就被神所预备 我们都不知道 一开始不知道 生出来的时候 不知道 就认识自己的爸爸妈妈 渐渐地 认识自己的兄弟姐妹 认识自己周遭的环境 大家的同学 这样子慢慢慢慢 朋友 后来 我要从事哪个职业 在那里 不知道 然后 慢慢 挖掘 发掘 原来是走这样的路 但是 对不对 还不知道 懵懵懂懂 又过了一生 这样不是 很奇怪吗 一般的世人 大概都这样 除非你找到了 耶稣基督 你认识了 你自己的定位 你的生命 应该怎么样 来度过 应该慢慢地 会清楚过来才对 所以保罗 后来写了一句话 他讲得很好 以赴所书 二章十节 我们原是神的工作 以赴所书 二章十节 我们是神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 造成我们每一位 为的是叫我们行善 这个是什么善 什么叫做善 真正的善 是什么 就是神所预备 叫我们行的 所以慢慢 我们会明白过来 马可也是这样 马可为什么会知道 我们就是要学习这一点 这个马可从小 他就有了宗教教育 难得 非常难得 有了宗教教育 为什么 因为他的家的关系 神给他摆 给他摆在什么 哪里 玛利亚的家 这个玛利亚不是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另外一个玛利亚 这个玛利亚的家 很富有 甚至于有 女仆 有十女的家 我这样讲 可能等一下 我又找出这个经文来 不然你说我乱讲 这个 这个玛可就是一个少爷 他家 他家有大庭院 他家有十女 他的家 早就提供给主耶稣 好像读圣经都没有读到 所以这个 从圣经里面的蛛丝马迹 能够把它找出来 原来 马可就是这个家里的少爷 这个少爷 从小 耳濡目染 看到耶稣 看到门徒 都在那里来来去去 来来去去 耳濡目染 了解了 了解了 这好像我们从小 在真耶稣教会里面长大的 从这里出生的 去受洗了 回来 起初搞不清楚 还有叛逆骑 为什么把我抓去受洗 说受洗是 你还要去浸水 赌水 乱讲 搞不清楚 后来长大的才明白 最好你明白 说不是 是从小 让你受洗涉罪 跟主耶稣有份 将来能够进天国 你要感谢 都来不及 为什么 还要在那里 努力努力 因为这个就是成长过程 成长过程 有许多的鲁莽 愚昧 但是呢 主耶稣如果跟我们 计较这个事 我们活不下去的 我们的罪孽 我们所做的错事 我们从小到大的愚昧 真是数不完 数不清 对不对 但是 我们的主啊 哪有跟我们计较 所以我们才能成长一生 给主用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马可 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来读几段 才会明白 我们先读 使徒行传 十二章十二节 想了一想 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 他的母亲 玛利亚的家去 这里是在记什么 记彼得被抓了 隔天就要被处死 结果天使来了 把他救出来 是记载那一段 而天使把他救出来以后 彼得清醒了 他要往哪里去 哇 他简直是 无路可逃嘛 但是呢 想一想 往哪里去 啊 就是玛利亚的家 玛利亚是哪一个玛利亚 他的儿子 就叫做马可 又称呼约翰 一个是犹太的名字 一个是希腊的名字 啊 反正我们不管那么多 反正那个就是马可 这个马可 他的家 他的母亲 就是玛利亚 所以我们就知道 原来 玛利亚的家 是什么样的情况 开放门户 接纳弟兄姐妹 这就是家庭教会的开始 我们现在都来到教会 会堂里到 在这里聚会 如果没有这个会堂 就是家庭聚会 就是在某人家庭聚会 那个人的家很开放 让我们去 玛利亚的家就是这样开始的 你知道吗 所以想一想 哦 原来这样 那么教会需要的时候 你可不可开放你的家 做一个聚会的场所 都是从这样开始 家庭聚会 人越来越多 然后就物色一个地点 然后买来当教会 成立了教会 从此就在会堂聚会 但是家庭是一个基本单位 对不对 玛利亚的家是一个基本单位 他的家里就是有可爱的马可 这可爱的马可在家里长大 我刚才讲 还要再读哦 第五节 于是彼得被囚在监牢里 教会为他窃窃地祷告神 教会是在哪里 我一直想一直想 你这一章回去再读一次 你就明白 那个教会就是玛利亚的家 没有教会 没有会堂 我们再读一节 更加清澈 刚才十二节已经读过了 下半段 在他的家里 有好些人聚集祷告 你看 这个就是教会 那就是众人在为着彼得祷告 彼得被抓了 恐怕明天就死刑了 主啊 你要救他 主啊 主啊 主耶稣啊 平平地祷告 就在玛利亚的家 里面有一个马可 经过这个事件以后你知道吗 彼得已经得救 得救了以后 彼得就往别处去了 这个往别处去了 这个就是记在十七节 所以彼得就 几乎可以讲 没有再来到玛利亚的家 但是马可跟彼得早就建立了良好关系 小孩子 马可 看彼得 这个老使徒 他的样子 他的模范 什么样子 常常来来 在亲切的来往 这样子 过日子 所以这个事情 你知道吗 等到年老的时候 彼得讲了一句话 那个是我的儿子 马可 就像我的儿子 当然不是 真的是他儿子 我们看 彼得的前书五章十三节 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 在巴比伦 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 问你们的安 我的儿子 马可 也问你们安 巴比伦 有人说这个是不敢讲 因为当时 是罗马帝国在统治 所以不敢讲耶路撒冷 所以讲巴比伦 读的人应该要会议 这个意思 意思是说 同盟拣选的是谁 有一个马可 我把他当成像我的儿子 一样的马可 所以马可 后来长大了 彼得多么的重视他 我们就了解 这个马可 为什么后来能够写出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 它的构构 它的基础 刚才我稍微讲过 是最早出现的 四福音 几乎都根据他 再衍生 再给他推论 再补充 各样的资料 所以有另外的三卷出现 对不对 不简单 他这个 马可 马可 到后来 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彼得 看作是他的儿子一样 他为什么能写出 马可福音 就是因为 他跟彼得的关系 非常良好 以前 像我小时候 那个教会 传道 我常常去跟他讲话 跟他打乒乓球 每天都聚会 如果要去玩 我都有份 我跟着走 就这样 所以要讲 某某 老传道的历史 你可以来问我 我就 大概知道了很多 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 我以前就是常常跟他在一起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现在 教会那个感觉 要恢复 跟以前一样 就是这样 要不然都不知道 过去的事情都不知道 所以你要讲过去的历史 来找我 你要讲现在的历史 我还知道 你要讲未来 我已经老了 所以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为什么能够写出马可福音 这个彼得最厉害 彼得跟在主耶稣身边 所以那个彼得跟他 这样 常常说话 对不对 所以好像父子的关系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马可不简单 真的是不简单 但是他长大的过程 实在很辛苦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软弱的人 有一本书 他是写了 少了一根指头的人 那本书在写这个什么意思 当时要当罗马的兵 兵役 必须要 就是说 身体健康 很有那个容易感 很勇敢 去当那个罗马兵 听说这个马可 逃兵 所以 被称为少了一根指头 不能够当兵人 我本来不知道 因为我知道 我们台湾以前 我都服兵役的 如果你 短了一节 这个短了一节 你就不必当兵了 没办法扣板机 你就不能 我以为是这样 但是后来就问来问去 为什么写这样 说 就是不勇敢 就是软弱 所以逃兵的人 所以讲起来 这个马可 小时候 可能是很软弱 但是在家里 是宝贝 是少爷 在神的眼中 看为宝贵 是不是 就是这样 我们每个人都这样 你不要看清你自己 小时候 可能你对自己都觉得 很不满意 像我就是这样 对自己非常不满意 因为 自从知道 有意识 有这个意识 就发现 我怎么是气酸病的人 我怎么没办法 跟人家在运动场上 来增个高下 那个时候 我就对自己 非常的伤心 内志 这样 这个是慢慢要突破 这就是成长 这个意思就是成长 实在很不简单 我们不知道 各位怎么样 当然有的人 指高气扬的 以为自己不得了 不得了 但是受了一点挫折 他也受不了 对不对 他这个马可就是从小 像这样子 所以他怎么样来长大呢 他怎么样成为主耶稣所重用的人呢 一定是慢慢地成长 所以从小 他有一个很美好的环境 刚才也讲过 就是宗教信仰环境 他的家是有大房子 有大园子 有十女 有十女 是这样的一个房子 尤其母亲 玛利亚 虔诚爱主 爱心接待主耶稣 和门徒 这样的一个家庭 这个少爷的习性 有待琢磨才能够成长 所以提摩泰前书四章十二节 又告诉我们 不可以叫人小看你年轻 对不对 四章十二节 提摩泰前书 总要在言语行为 爱心信心上 都做信徒的榜样 慢慢地 要学习成长 每个人都应该这样 软弱要变刚强 最主要 要成为基督的精兵 我今天下午要讲的 就是这个题目了 自从小时候 马可就是 慢慢地琢磨长大 在软弱中成长 所以我说 谁不成软弱 我也是从小 在教会里长大的 生出来就受洗的人 非常软弱 我自己感觉我非常软弱 其实我能够成为今天这样 不简单 我自己很努力 很努力 但是 也是主耶稣一直的代理 才有办法像今天这样 好像说 我那个气船一直跟着我 从小学 中学 大学 都一直跟着我 那个时候 你知道吗 天没有黑 气船就发作 下气不接上气 今天活得下去吗 不知道 这个脸色 很难看 对不对 变黑 氧气不足 可怜 我在等爸爸回来 爸爸还不赶快回来 他要带我去给那个医生看 要打那个特效针 吃特效药 我常常在过这样的日子 上气不接下气 晚上 不能躺在床上 你看 这样的人能干什么 什么也不能做 对不对 在学校里 给人家看这个病厌厌的 这个是什么 怎么过日子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软弱 我 比谁都感觉到软弱 所以 很可怕 但是主耶稣会带领 你不要怕 你不要怕 这个事情 要等到我三十岁 要等到我 结婚生孩子 还不行 要等到我 去读神学院 三十岁 三十岁去读神学院 去读神学院 带着药去 我爸爸 跟我一样是气喘的 我爸爸很坚强的 我在家里 我在家里 他是带我去 特定那个医院 家里附近那个医院 等到长大 离开家庭 要去成功龄 或者说 要去读大学 离开家庭 怎么办 我爸爸去特别找到 一间西药房 买一种药 如果要发作 要出这个药 我就带着这个药 我要去当兵 对不对 带着这个药 去读神学院 我要去到台中 离开家庭 我带着这个药 可是等到我去 神学院的时候 我一直看着这个药 我还要 一生都靠这个药 我要传扬耶稣基督 我靠这个药干什么 我要死了 我要死也要死 我才不要这个药 我一直看着他们不会想要吃 我就开始立定志向 从那个时候开始 所以人一定要有那个机会 有那个契机 关键时候到了 所以那个时刻 我就决定 死了算了 我祷告耶稣 主啊 我要依靠祢的 如果会死 你是全能的大医生 伟大的真神 对不对 我祷告 祷告有没有用 有用 但是没有马上实现 一年 我那个一年级 发作将近十次 我躺在那个床上 神学院的床上 到天亮 我的同学 我只有一个同学 我那个同学 很害怕 很害怕那个 那个老师 就是老传道 很严格 他在底下读 他不敢睡觉 我是在那里 我才不理他 我躺在上面 这什么世界 这就是神学院 神学院的操练 就是像这样 有的操这个 有的操那个 操了一年 整整操一年 一年以后 好了 从此 我就快乐起来了 我不再气喘 三十岁 三十一岁 好了 一直到现在 六十九 简一下看看 几年 六十九 三十一好了 你看 三十八年 不曾发作 这个是主意志的 所以不要害怕 我一直很放心 这是一点 第二点 本来别人不感冒 我一定先感冒 我每年都是这样 一年要感冒个三五次以上 可是 自从那一次以后 我有没有不感冒 还是会感冒 但是感冒 有没有出药 绝对不出药 三十八年 感冒绝对不出药 我认为 你不出药 靠祷告 两天就会好 因为我一定要上台讲道 我不可以今天请假 明天请假 一年请了多少假 不行 从来不请假 过了三十八年 我不请假 而且不用药 不用药 在一天两天 UBD 痛苦 痛苦一下子就过去了 如果吃药 我早就知道 这个我是一再的经历 十天以后 好像好了 但是全身无力 对不对 吃那个感冒药的 你们都知道 你要吃药 就一直没有力气 所以我身体一直照顾不起来 一直等到三十岁 我不吃药以后 在一年里面 增加十五公斤 六十五公斤 保持二十年 到五十岁 糖尿病才消下去 跟原来一样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 软弱 这个软弱要变刚强 什么都不要怕 所以第二次 我的软弱快要死了 这是糖尿病化做 我不知道 那个是我五十岁的时候 离现在十九年前 那个时候资讯不足 我为什么突然间 一直拉肚子 拉不止 一直瘦下去 一两个月里面 整个元气都没有了 站在这里讲道 那五万民会发昏 哇 那个信徒在底下看 这个船道会倒下去 讲话都没有元气 这样 但是很有爱心 没有把我赶走 因为那个时候我当中区屈护者 这样还可以当屈护者 我不知道总会怎么想 不过在神那里 他知道 我也不退却 我绝对不退却 我从来只要公文道 我绝对不退却 往前走 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看 这个都是训练 一定要磨练 一定要磨练什么 信心 不是磨练什么 但是哪一个人 现在感冒 身边 不去看医生 哎呀 多方便 拿个药吃一下 好了 所以走这一条路方便 是吧 但是呢 这样 可能要 一而再再而三 走上这样的路 是不是 所以 就是这样长大的 这个马可也是这样 马可 马可这个人 他的历史 应该你们都有听过 我们来读 《使徒行传》十五章 十五章就是 从十二章先开始 十二章有一段 从十三章 十三章这一段 第二节 就是他们要到国外去传福音 从安提阿要出发了 第四节 他们既被圣灵差遣 就下到西牛基 从那里坐船 往居比路去 第五节 到了沙拉米 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 传讲神的道 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 约翰 就是马可 约翰被保罗和巴拿巴 带着去传福音 可是没有想到 十三章十三节 保罗和他的同仁 他们开船 来到庞威利亚的别家 约翰就离开他们 回去耶路撒冷 软弱的 落跑的 又一次落跑的 这个马可 又一次落跑 所以他两次逃兵 一次是赤身逃 逃掉了 这个是为了自己生命 这里是因为怕吃苦 所以你知道吗 人常常是有两个杀手 就是怕死 怕苦 两个杀手 也就是这两点 把人掐住 掐得死死的 怕苦 怕死 这两点 所以 这个马可 起初是很软弱 以至于 到了刚才我要说的十五章 就是第二次 又要出去的时候 三十六节 十五章三十六节 保罗和巴拿巴两个人 因为这个马可 起了冲突 保罗说 可能保罗 保罗他其实也没有错 他说他太软弱了 不要带他去 但是巴拿巴是表哥 是马可的表哥 哎呀 你怎么这样 不行 我要带马可 走另外一条路 结果巴拿巴 拣选 吸他 两个人走一条路 圣公是这样 扩展开来 虽然意见不同 不要吵架 不要吵架 没有什么好吵架 可以有更大的视野 更宽广的道路 要传福音 就是这样 所以两个人就分开 各带各的走路 这个马可 就在这个巴拿巴的带领之下 这个巴拿巴是劝慧职 也很会带领人 圣经有讲 巴拿巴 很会带领 所以这个马可 在他的带领下 茁壮起来 茁壮起来 他真的是可以 因为从小耳濡目染 刚才我讲过 从小在教会里面 知道教会的历史 对不对 也知道很多的见证 也了解 这个信仰根基 是非常的稳固 是建立在耶稣 基督上面 磐石上 是底下有这个使徒 有这个律法 就在底下 根基很稳 新旧约 根基都很稳 这样的情况下 才能够站起来 使徒安先知 所以我们就知道 不简单 这个马可 在巴拿巴的带领下 慢慢着装起来 你不要看清 当时那个软弱的马可 因为到后来 连保罗都重 看 非常的重视他 这个保罗重视他 可以来看一个经节 在提摩太后书 四章十一节 保罗到最后 年老了 提摩太后书 就是他最后的一卷书 他快要训到了 这个时候 他讲了什么话 他说 四章十一节 提摩太后书 四章十一节 独有路加在我这里 他是很凄凉的 晚年到最后 传福音 但是 虽然没有亲人在旁边 路加是他的亲人 属灵的亲人 你来的时候 他告诉提摩太 你来的时候 要把马可带来 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 与我有益处 传道或做服事我 有益处 你看看 到最后 马可已经站立得住 站立得稳 我们每个人到最后 都要这样成为 基督的精兵 所以他所写的 马可福音 竟然是第一个 第一卷出现的 福音书 我们很感动 我们很感动 如果本来你是软弱的 你要想将来 你一定不是这样才对 因为有主耶稣 做你的保障 做你的磐石 做你的避难所 所以你只要不离开主 你只要不离开主 你一定会慢慢长大 成长是一生的问题 不是那么短暂的 所以要特别的来留意 逃兵 讲到逃兵 我又想到自己的软弱 我就是因为这个气喘 折磨了我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有一次去大林教会 参加大专班学龄会 讲起来 我对自己 志势也相当高 所以我去的时候 感觉不错 反正我一定在里面 也是一个 跟大家相当能够沟通的 可是没有想到 气喘滑走 我其实不想回家 但是在外地 真的是可怜 晚上睡觉的时候 在会堂 大通铺 大家睡在一起 在气喘 喘不上来 我受不了了 所以我后来就报告 我要回家了 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 我就报告要回家了 结果有一个弟兄 在半夜就陪我到火车站 那个时候是慢车 要坐到天亮 从大林才会 大林是嘉义那边 才会回到台北 他陪我在那个 孤灯下 在那个 等那个最后一班火车 在那里 我喘不过气 我的心里 这是百感交集 这么软弱 将来能够干什么 就这样 这个是我软弱的画面 从常会出现在我头脑里 我曾经也是这样 不知道你的软弱在哪里 我把它公开 我自己的公开出来 你就知道 每个人都有软弱 但是到后来 一定要成为刚强 所以西伯来书 十几章 十二章里面 到最后讲 软弱变刚强 古圣徒 都是软弱变刚强 在西伯来书的十二章 三十四节 软弱变刚强 不简单 但是成长是一生的事 你不要在半途 真的完全离开得住 那就是太可惜了 所以 这个马可 你要是读它的历史 到最后 它就是一颗成熟的果子 被主接收了 把它收割了 你知道最后 他能够完成保罗的遗志 保罗大概有传福音 到哪里 到罗马 他还说我要到西班牙 有没有到西班牙 不知道 但是你知道吗 他没有传到的地方 就是马可去到哪里 去到北非 北非 传到埃及去了 传到埃及 这个是后来的其他的 历史上有记载的 但是很可怜 马可到最后 被人家 就是反对的 反对信仰的 就把他拖着走 绑住他的脚 然后拖着走 拖拖拖 倒拖他的 然后呢 好像游街这样游一游 然后关到监牢里 隔天早上 把那个尸体 用火把它烧掉 殉道的 马可 甘心乐意 把他最后的生命 都付出了 在天国 一定是灿烂的一颗星 所以感谢主 我分享到这里 我们来唱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